今天试的产品是 未到货时, 我已下载过程式 准备就许迎接它的到来 这产品是Sennheiser的Morantum True Wireless 2 它的第二代全无线耳机 大家好, 我是艾薇,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正式开箱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评测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的YouTube频道 订阅我们Facebook和追踪我们的IG 在开箱前提醒 话说, 今年Sennheiser成立了75周年 这次它们寄这款Morantum True Wireless 2 过来时 用了一个很漂亮的盒盒 包着这部机器传过来 开箱正式 第一代原本有的东西 这一代完全是继续保留的 因为第一代推出时 已经是说 里面是一个很强劲的颜色 今次第二代比强劲更强劲 外形上 其实今次的Morantum True Wireless 2 会多了一个白色 根据厂方所说 机身会比上一代小小小小 大时就更均匀了 这个白色在Sennheiser的标志上有同心圆的纹理 再看便携充电盒 用了一个有点像英国羊毛皮的设计 但其实质感挺漂亮的 也印了Sennheiser品牌标志 还有Type-C的充电 也是磁吸式的设计 再来有快速的说明书 所有操控的东西 这本说明书有介绍到的 再来看看配件还有什么 应该是按起抽出来的 充电线两边都有Sennheiser的标志 是一个大头转Type-C的头 额外三对矽胶耳塞 是安全指引 开箱大致上这么多了 不如简单说和第一代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今次Morantum True Wireless 2 对比第一代应该有几样不同 第一是它用了蓝牙5.1 单一次充满电 独立使用可以用到最多7小时 然后一个充电盒 可以帮一对耳机完整充电三次 ANC 即是主动降噪的功能 测试时再跟大家示范 有专属的APP ROS和Android免费下载 叫Smart Control 机身是IPX4 防水浅设计 蓝牙方面, 除了支援AAC 解码外 最重要是支援APTS 解码 究竟今次第二代实际表现如何? 再跟大家说 BECX4 观点 看完Mavis 戴上耳机的示范后 正式进去分享我对Sennheiser 这款Movantum True Wireless 第二代的各种功能 和声音表现的事后感觉 第一, 想谈谈它的续航力 续航力, 我试用APTX 开了ANC 总共可以连续用4.5 钟 我自己觉得不过不失 续航力非常好 但也不会说听两个钟已经无电 我自己觉得4.5 钟已经算是足够 而第一代曾出现的放进充电盒 会走电的情况, 也立即改善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我放了两天, 最后这款机器是保持100% 所以再没有走电的问题出现 第二点, 这款机器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主动式降噪的表现 我带着这款机器走在马路或高速公路旁边的路上 其实, 车经过低频 隔得算是挺好的 真的可以使用安静的环境听歌 但跟一般的ANC耳机都有这情况 要看高音或突如其来的噪音 它真的未必有办法隔绝 但以 True Wireless 来说 它的ANC功能已经数一数二那么好 当然, 它不可以与over-ear的降噪耳机相比 但我自己觉得它在同类产品来说 已经是顶班的水平了 现在我们播放一段小小的示范片段 让大家了解一下 究竟它的ANC效果是如何 还有一部分的评论还未说 就是免提通话的质素 我和家人有试过用这耳机去免提通话 对方说的效果是不错的 亦可以支援立体声的通话 但实际效果是如何呢? 我接下来可以看看这一条示范片 让大家了解一下 它的通话质素是什么水平 现在电话接通了 同样地我先戴着这耳机来说话 让大家体验一下 这是True Wireless的免提通话效果是如何 同样地 因为这耳机左右两边都能听到对方说话 所以, 如果想提升免提通话的质素 应该可以在左边继续戴着听对方的对话 然后右边的耳机可以当作麦克风的功用 放近一点的嘴巴 应该可以有更清晰的免提通话效果 不知道大家有觉得 这耳机的免提通话质素是什么水平呢? 再来说一下它的佩戴的舒适度 以及连接的稳定度 我觉得它虽然耳机比第一代缩小了 但一看起来, 比起一般的True Wireless 可能会比较大呢? 看起来算是比较大 但戴上耳后, 会发觉它非常轻轻 即使充电盒也会很轻轻 而且它的充电盒比较小 放在手上, 大家可以看到 充电盒比较小 戴在库袋也完全没问题 我觉得它的变窺度和佩戴的舒适度 也做得挺不错的 然后连接稳定度 亦是作为一款蓝牙Cast 1 的产品 这款Movantum True Wireless 2 连接稳定度绝对是一个高的水平 我曾经带着它去过荔枝角 在荃湾也四周走过 无论是人多济逼的地方 无论是室内的商场 或是户外的街道 以至交通灯下 基本上这四个位置 都没有出现过断线的问题 除了在交通灯有很轻微 基本上是很短时间 已经立即连接连线了 总括来说, 连线稳定度 真的非常高 我自己亦会给亦很高分 再来操控方便 左右两边都是触摸 panel 各自做不同功能 例如按住左边是降音量 按住右边是提高音量 以至Double Tap和Triple Tap耳机 都有不同功能可以做到 而这些功能 亦可以透过Sennheiser原厂的App 去做自己的工作 大部分功能都很容易记得 而触摸 panel的灵敏度 我觉得也不错 又不会教得灵敏度较高 令它有不足的情况 但亦不会说灵敏度低到 你慢慢地触摸它 都完全做不到控制 整体来说, 这个操控上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 最后谈谈声音方面 声音方面 其实与第一代有点相似 我自己觉得Morantum系列的耳机 都比较着重于人声的呈现 和高频的亮丽程度 如果追求低频很强的True Wireless耳机 Morantum True Wireless 2 未必很适合你 因为整体声音比较平衡 着重于人声的呈现和高音 都比较几乎亮丽 而且这耳机的音场 都可以做得挺宽阔 令大家听起来也不会有很局促的感觉 对于Sennheiser Morantum True Wireless 2 的评分 有几方面都挺高分 包括ANC 的表现 连线的稳定度和声音表现 我认为它是顶级的水平 至于其他评分 可以看看这个表 就可以掌握得到 好了 今次Sennheiser Morantum True Wireless 2 的评论 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拍影片的朋友 点个赞,还未订阅频道 可以按订阅 订阅后 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便会通知大家 终于有机会试到 认认真真地测试Sennheiser True Wireless 耳机 这次是第一次试 我觉得它的效果非常好 如果你在找一款比较高阶的 True Wireless 而又愿意付出这个价钱 Sennheiser Momentum True Wireless 2 是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今次的评论就说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